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思维之父,一个和你一起学习变得有钱的财商频道。 我们今天来探讨一个问题,有钱人是靠什么赚钱的? 研究富人靠什么赚钱之前,我们想要讨论钱的本质是什么? 钱本身就是一张被赋予价值的纸张,钱是为了方便人们交易资源而发明出来的东西。 或许钱的途径就是为他人提供对方需要的价值。 每个人都想要赚钱,但是很少人能够理解赚钱的本质是什么? 其实赚钱也分成了四个阶段,你目前在哪一层呢? 如果你和我一样正在学习如何变得有钱,欢迎订阅思维之父的YouTube频道。 第一层赚钱的方式是用自己的体力赚钱,提供自己的资源。 做一些自己能力所及的事情,比如说送外卖加Uber是属于体力活。 消耗最大的是自己的体力和时间,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提供这种价值的配额越来越少。 比方说,体力好的,年轻力壮的,可以在工厂当工人,又或者做保安。 上年级体力有限的,可能就是洗洗碗做杂工。 在第一层的人工作赚钱,仅仅是为了吃好一点,穿好一点,住好一点而已。 不过,但依靠体力,依靠刻苦耐劳,是无法成为真正有钱人的,而且能够赚的钱只会越来越少。 在这一层的人,必须寻找一个突破口,让自己上升到第二层,否则是很难有出头之日。 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我们普通人向上爬的必经之道。 可能很多人会不高兴,因为我们当中,我觉得大部分是依靠这种方式赚钱的。 那只要为这个世界提供了资源,就可以赚钱了吗? 我们有没有效率更高的赚钱方式呢? 第二层,是用脑力和专业赚钱。 比起第一层的人,用脑力赚钱的人消耗的更少,赚的更多。 比如白领阶层的员工,程序员,行政人员等等,都占据了社会的一大部分。 这一根阶层的人士往往是在某个特定领域的专才,并且利用这种专才换取收入。 这一个城市的人向往体现更高的个人价值。 从体力赚钱到用脑赚钱,让人进入社会主流话语圈程。 我们有一定的消费能力,可以每年旅游,享受年薪、福利。 但有很多人就直不于此,我们要来研究的是有没有办法进入更高的赚钱层次。 来到了第三个阶层,是你不需要所有的事情都清理清为,还能够让工具去帮你完成想要做的事情,达到你的目的。 这就是资本家的雏形。 我们每个人的时间有限,减去吃饭,睡觉的时间,我们就算不间断的工作,带来的价值也非常有限。 所以这个时候,有生意头脑的人就会用资源整合的方式,为自己带来财富。 比如说,我打算进货在淘宝,Lazada,Shopee,卖点东西。 从选货,进货,点货,上架,收钱不货,要是我一个人从头做起,我需要花费非常多的时间,效率也非常低。 但是我可以请人帮我处理刚才所提到的一部分事物,人多,工作效率也会提升,整合别人的时间和精力一起赚钱。 马云不也经常说自己连互联网都搞不懂,但他邀请转业的人来帮他处理,还创造了阿里巴巴这个电商行业的巨头。 开出租车一天的载客量有限,赚的钱有限那就开一个出租车公司吧。 更有野心的,就可以以共享经济为基础开一家Grab或者Uber,让有时间有体力有车的人当你的员工。 你可以集合你所拥有的所有资源,生产你自己的产品,然后让明星来代言让他们成为你的销售代言。 简单来说,资源整合就是把大量的资金人才设备技术都整合在一起,资源不一定为我们所有,但要能够为我所用。 在整合资源的过程中,你可能是资源拥有者把自己资源和别人的资源整合在一起, 你也可能并不是直接拥有资源,但是你刚好认识拥有多种不同资源的人。 你运用自己的组织协调整合能力,这种能力也是一种资源,把资源连接起来从中赚钱。 所以创业也好,做生意也好,基本上就是资源整合的过程。 不够人手就去招人,不够钱了就去投资。 换句话说,资源整合的工作做得越好,生意就做得越大。 大多数中小企业小老板发家支付靠的也是资源整合。 但是要注意的是,这种模式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赚到大钱的。 所以问题来了,资源整合不是最有效率的赚钱方式吗? 真正会赚钱的人,会把钱作为资源,用钱来捆钱。 因为用体力赚钱的速度,远远比不上钱生钱的速度。 有钱人都明白这一点,所以越来越富有。 而那些贫穷的人连养活自己都很困难,拿来的钱来发展自己,所以只能越来越穷。 我们长期被消费主义误导,认为钱是赚来的,不是存来的。 认为有钱人都是很会花钱,但这个逻辑不一定对。 想想看,你在相信了这套逻辑之后买了多少没有用的东西。 你柜子里的衣服有多少件是没有穿超过10次的。 你就这样被灌输消费主义,浪费了无数的血汗钱买了大量没有必要买的东西。 那我们应该反过来说,会赚钱才能够生钱。 假设一位商人和你都想要买最新的iPhone 12。 这位商人有300万的资金,他用了这300万本金放在理财产品赚取利息。 一年有6%的利息,那么他一年也可以赚取18万。 每个月都可以赚15000的收入,买了一架最新的iPhone 12,只花了不到收入的一半。 而你可能一个月赚着3000块钱,比起很多人你的条件已经算很不错了。 但如果你想要买最新的iPhone 12,你因此会花上一整个月的薪资。 你还需要记得这一点,刚才所提到的商人,是在不用工作的情况下,就可以买到这一部iPhone。 这是300万本金给他赚回来的,完全不用劳动。 如果你还相信消费主义你的财务状况,就会是一赚钱,一支出,这样无限循环下去。 到最后,什么积蓄也没有,资本也没有办法积累。 而这位商人跟你的区别,除了他会赚钱之外,就是懂得理财和管理钱财。 最后,和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一位富翁在出院门之前把三位孩子都叫了过来,并且让每个人各保管一万块钱。 一年之后,富翁回来,就问这三个儿子都用钱来做了什么。 大儿子将钱拿去自己做生意,一年时间反赚了三倍。 第二个儿子将钱借给了商人做生意,也赚到了一倍的收益。 这两个儿子都获得了富翁的赞扬,并且还奖励他们更多的钱财。 至于最小的儿子,情况就没有这么好了。 他因为害怕赔钱,所以把钱藏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分稳未动。 富翁很不高兴,还则被第三个孩子竟然不懂得好好利用财富。 因此把更多的资金都给大儿子和二儿子去赚取更多的收入。 而小儿子的钱也被收回,并且分给大哥去做生意了。 这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想点出的道理很简单,一生能够积累多少财富。 其实不取决于你能够赚多少钱,而取决于你如何管理和利用钱财。 富翁都懂得让钱为他们工作,而不是为钱工作。 所以赚得了钱,也存得下钱,会赚钱和累积钱比有钱更加重要。 比起想成为一个有钱人,不如当一个会赚钱的人,因为后者才是印钞机。 有钱却不会赚钱,再多的金山也会被花光的一天。 当你在抱怨自己没有钱的时候,你应该先问自己我是不是一个会赚钱的人。 比阶级固化更加可怕的是,思维固化。和赚钱一样,穷人只想着省钱。 而富人想着的是,如何让自己的钱为自己带来更多的钱。 当你能够赚取更多的钱,记得把钱存下来,再把钱投资在可以为你产生更多收入的地方。 要不然永远达不到资本的积累。 所以摆脱既定的思维是成功制服的第一步。 希望今天的视频能够让你对钱多了一项启发。 想要一起学习财商的小伙伴们,现在就可以订阅思维致富的频道和按小铃铛哦。 祝你早日达到你的财务目标。